断裂机的操控流程 启动挖机 调置工作油门 打开空压机总成电源开关 拧动点火钥匙之第一档 查看控制面板数据是否正常 拧动点火钥匙之第二档启动点火 启动完成30秒后 选拧高低速开关至高速档 停住稳当 挖机调整好钻裂机的角度及钻孔位置 压紧顶针 操作员开启遥控器 开启钻机 开启钻机后挖机不能再做任何动作 直到钻裂作业结束 开启平移平移滑动架至最左侧 开启空压机 开启空压机加载 开启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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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钻头接近距离岩层约1-2厘米后 关闭吸尘器 推进 开启吸尘器 开启吸尘器 照下 直至吸尘器 照接近距离岩层 约2-6厘米时 松开开关 开启凿岩机正转 开启凿岩机 推进 开启凿岩机 充击 钻头未接触岩层 岩镜开启充击 平岩层或碎石较厚时 应反复推进提升数次 直至不卡钻杆 钻杆大头接近距离浮杆7约5厘米时 关闭充击 立即开启凿岩机提升 关闭凿岩机提升 关闭凿岩机正转 关闭吸尘器 批列机批快刷上润滑油 开启平移平移滑动架支右侧 批列机对准孔 开启平移IP 开启平移滑势 气块到达下指点后。 开启P列机批裂。 开启P列机复位。 气块到达上指点后,松开。 开启P列机提升P块离开地面10厘米松开。 开启P列机平移滑动架至最左侧。 开启P列机批裂。 冒着部位月份表示 holder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